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仍在企业倒闭潮 裁员潮和失业潮中挣扎 如今无论是企业老板还是打工人 都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担忧 甚至绝望 自由亚洲的评论写道 一位自称大陆边缘人的工友近日接受采访时 从上海回广州已经两周了 这里离他的家乡还有200公里 但他执意要住在朋友的宿舍里 他想再坚持一下找找工作 实在找不到再回农村老家 为了安全起见 他似乎找到了一个既安全又直观的方式 来描绘自己的现状 给记者发来了两张 他之前在北京一位打工人室友的照片 照片里是由光着膀子坐在上下床的下铺 手里捧着一包吃食 边缘人说 这个哥们饿了两天没有吃饭 我给了他烤鸭 为了找工作 边缘人从广东去了北京 又从北京去了上海 他先是去跑网约车 但缴了3000元押金 才开了两三天就放弃了 他简单算了一笔账 我跑了12个小时 在上海才跑了280 得跑300以上才有钱赚 中途放弃 实际上他又倒赔了一笔钱 之后边缘人在上海工地 找了一份小工的工作 但干了十几天就没活了 他坦言 在外漂泊已经有8年时间 觉得只要自己肯干 一年挣几万块不是问题 但今年招工屡屡碰壁 已让他心生绝望 26、7岁的张伟今年6月被电子厂裁员后 基本处于失业的状态 说起被裁员的原因 张伟说 原先工作的一家武汉电子厂 还是给韩国三星手机配套的 但订单依然填不满 还有一个原因是太卷了 尽管有大专文凭的又是属手 但依然难逃被裁 张伟一针见血地指出 问题是新来得更便宜 评论指出 在失业等式的另一端是风险加剧 陷入关闭危机的中国企业 目前身在北美的中国民营企业家 任逍遥关闭手里的三家房地产公司 用了差不多五年时间 员工人数从高峰时期 直属企业员工超过200人 如今只剩下每家公司 一两人来维持善后 但任逍遥发现 她的员工出去找相似待遇的职位 非常艰难 实际上他们的技能都不差 但要找到一个新的职位 只能获得原先三分之一的收入 但只有个别能拿到原先的一半收入 任逍遥说 她一位可以称兄道弟的朋友 在房地产业 曾经一个单品 全国销售超过100亿 但疫情前后 她的处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位朋友跟自己分享近况的时候 无奈地表示 自杀的念头都有 对于中国今年出现企业倒闭潮 财源潮和失业潮的现象 外界并不感觉意外 对这个连续下滑的过程 多引用中美贸易战 国际民退 房地产泡沫破裂等等因素 予以解释 更多人则把以习近平为首的政府 看作这一切败向的根源 时间已经二三年底 官媒又开始宣传即将到来的春运 但民间对今年春运 却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 12月初 社交媒体推特上就出现了 广州等城市火车站打工者 排队乘车的视频 有网友评论说 财源潮失业潮让很多人提前返乡 春运早就提前了 被财源后的张伟一直留在武汉找工作 在出租屋内干耗着不多的积蓄 他直言不敢回家 没钱回家遭白眼吗 今年冬天还不知道怎么过 中国各大学在疫情期间 纷纷建制了严格的封闭管理制度 外来人员一律不准进校 且疫情松绑后 也没有恢复对民间开放校园 最近北京大学副教授 因为拒绝刷脸而跨栏入校事件 再次引起关注 随着事件的发酵和越来越多的质疑 北京大学终于松口回应 据北京青年报21日报道 北京大学方面表示 北大正在有序推进开放 在平衡校园秩序的同时 尽可能满足社会需求 12月21日 北大门禁系统的改变话题 引发墙内网络关注 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冬业 20日深夜发微博透露 从北大一位师长处得知 北大的门禁系统做出了些许改变 本校教师开车入校时 不需要再刷脸 步行出校时也不用 但步行入校人需人脸识别 劳东燕写道 权力是需要争取的 不存在为难谁不为难谁的问题 很多时候你的为难 可能正是推动规则得以改善的契机 相反 无条件的配合 只会使个人的自由空间 日益变得逼色 导致越来越多的权力 必须经过特别的许可才能享有 谁要以为沉默与退让能带来安生 那是太不了解人性 也太不了解我们这个社会了 劳动院所讲 争取权力是指北大工学院副教授李直 李直教授于本月初在知乎平台发文 从今天与保安比赛跑步说起 北京大学的门位制度该改改了 文章写道 08年以前北大完全开放 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 最近几年学校门口装上了 炸机和人脸识别设备 进出校门都要刷脸 给师生带来很大不便 他因没授权 北大使用个人人脸信息 所以只能亮出证件后 用跨栏的方式进出学校 但12月2日 当他再次跨栏入校时 当职保安没有放他走 一直追着他 直到查清身份为止 南方周末日前一篇文章直言 北大旁听生曾是一个规模不小的群体 北大也一贯以课堂开放为荣 然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校外人不要说旁听讲课 连进校都几乎不可能 先前中国坊间早已传出 许多贩卖高效参观名额的情况 有人揭露在咸鱼平台 贩卖进入校园的门票 价格数十元人民币不等 甚至有热销现象 北京12月21日宣布 禁止出口萃取和分离战略 金属稀土的技术 与此同时 中共当局彻底修改了一系列 被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技术禁止和限制出口的清单 根据21日公布的最新清单 禁止出口的类别供24个 限制出口的类别供110个 最新除了稀土萃取分离工艺技术以外 中共还禁止出口 稀土金属及合金材料的生产技术 山谷 铝铁棚 世磁体制备技术 以及稀土棚酸养钙制备技术 路透社报道 在北京出台这份禁止和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之际 欧洲和美国正争先恐后地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彭博社报道指出 北京的新规并不影响稀土产品本身的出口 但很可能意在挫败在中国以外发展稀土行业的努力 报道指出 中国主导了全球稀土萃取分离技术 在某些情况下 除了中国以外 没有其他可替代的供应商 随着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将稀土的供应视为国家安全问题 尤其是全球能源转型引发了对未来潜在短缺的担忧 稀土这种关键金属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眼下美国正在带头减少北京从黎稻谷等稀土出口控制的影响 中共对全球稀土市场的控制 在2010年首次引起国际广泛关注 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 中国去年开采的稀土占全球稀土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时是全球占主导地位的稀土演练国家 北京还主导着稀土磁铁的供应 2023年来自中国的学生保持了在美国最大国际学生群体的地位 尽管数字略有下降 但中国依然是外国学生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主要来源国 据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截止9月的2023财年发放了超过60万份国际学生签证 这是自2017财年以来发放的最高水平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 其中中国学生获得了28万9526份签证 与上予年相比减少了560份学生签证 美国务院领事事务局负责签证服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朱莉稍早前表示 在二四财年专注于缩短等待时间 美方已经缩短了全球所有签证类别的等待时间 一个类别除外该类别是首次访问者 朱莉表示 包括学生签证在内的20多种不同类型的签证类别的等待时间几乎已不存在 截止12月4日 目前中国学生签证申请人在中国各地的美国领事馆的等待时间 从三天到八天不等 根据二三年国际教育交流门户开放报告 过去三年来来自中国的学生总数有所减少 主要原因是受到新冠大流行的影响 据统计 22-23学年有289,526名中国学生就读于美国高校 是自2013年以来的最低数字 2019-2020学年中国学生最高入学人数为372,532人 美国务院一名官员还表示 疫情过后 美国所有国际学生人数连续两年反弹 去年新入学人数增长了14%以上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